在非洲的草原上 狮子被认为是杀戮机器 只要一分钟的分神 狮子就可以完全将你变成食物 让我们来看看 狮子和强壮的水牛之间的 及其精心动魄的追逐场景 狮子从远处观察水牛 一对狮子一步一步地 走到草丛里水牛所在的地方 狮子在水牛后面扑向它的场面 然后突然冲向在空地上 种草的水牛妈妈 两只对抗而没有一只退缩的狮子 现在把母水牛围在了中间 一只狮子咬住了母水牛的脖子 另一只从后面持续攻击 使水牛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母水牛似乎将狮子直接扔进了泥坑 受到这次袭击的狮子 只是卷起尾巴 逃跑 另一场景中 狮子试图攻击水牛 但水牛反击了 狮子也被水牛的脚撞到了肚子 狮子出于骄傲 尝试控制水牛的头部 以使其失去战斗 但结果相反 这次狮子被水牛撞倒 留下了很身伤口 另一只水牛跑上来 用另一击刺杀击败了狮子 垂死的狮子在地面上喘着气 另一场景中 两只狮子紧紧抓住水牛的背部 下来 另一只水牛 无序地解除了 其盟友的围攻 用脚将狮子送到空中 母女水牛在湖边悠闲地饮水 突然 狮子袭击了 母水牛决定面对面地面对狮子 亚当水牛冲向狮子 用脚攻击敌人 狮子转身打败了水牛 她从灌木丛中 一步一步地走向水牛 并攻击汽车 听到婴儿的求救声 母水牛奔跑着撞向狮子 然而 狮子非常顽固 她一步一步地前进 试图攻击小牛 母水牛并不害怕 继续面对和保护自己的孩子 同伴的母亲无法逃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狮子看到猎物出现时 她冲向森林攻击他们 狮子跑过去 拿起了水牛的头部 然而 水牛并不逊色 她立即转过身来 并扭转了局势 水牛倒下后 她正式包下了水牛的皮 狮子正在玩手到手的策略 面对整群水牛 尽管他们数量较少 但这些狮子似乎并不害怕大量的水牛军队 水牛试图逃跑 狮子只是假装后退几步观察 水牛和狮子在平静的湖中攻击 狮子试图摇水牛的脸 而水牛不遑多让不断用脚回忆 成年水牛被三只狮子包围 水牛利用自己的力量逃脱了狮子的控制 他尽力逃跑 并被撞到了汽车上 最终逃过了狮子的爪子 雄性水牛不顾一切地冲进狮子中间 他用其锐利的灵活脚连续攻击狮子 他把狮子撞上天空 然后转身逃跑 狮子缓慢地观察水牛群 突然冲向被野生水牛群包围的地方 尽管公园的大多数人逃脱了 但幼崽却被遗留下来 水牛发现他们的同伴 已经落入了狮子的手中 于是他们转身追赶狮子 但两位丛林之王抓住了小牛 决定吃掉这个猎物 狮子被水牛攻击并在场地上挣扎着 狮子被水牛攻击并在场地上挣扎着 然后一只野生水牛积极地攻击狮子 水牛用锐利的脚把对手扔进了灯车 击败了他 一只可怜的小水牛在沼泽中被狮子屠宰 一只拥有强大脚的雄性水牛正面对两只狮子 不是两只而是三只狮子围着他 先咬一口尾巴以增加另外两个攻击后面的动力 流浪成年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 一个机智的人直接跳到水牛的后背上 受惊的水牛试图摆脱包围 但有点慌乱 因为对手太强 狮子拿着咳嗽的手就要杀了他 但水牛突然转过身大喊小牛 一个成年水牛被狮子赶跑了 因为他的进攻 一只狮子爬上树躲避水牛的追逐 因为树干有非常低的填膨 所以狮子在成百上千只野生水牛中被折伤了 水牛赵帽没有放过狮子 即使他已经爬到树上避难 水牛几乎碰到了狮子 狮子的猫和刮痕运动 此时仍然无法使用 机会看到群和水牛变得无聊并离开 狮子从树上跳下来 跑了 嗨 各位 我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按下喜欢按钮并订阅 这样我就可以为你们带来每天新的和更好的视频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